哈喽,我是圣诞小精灵 今天也要带来一个新的故事哦 鞋匠与精灵 鞋匠与精灵 从前从前有一个很有名的鞋匠 贵族跟淑女都喜欢她做的美丽靴子 就连国王都穿她做的拖鞋呢 可是现在鞋匠老了 身体因为不停的叮叮缝缝而到处痠痛 再也没有人买她做的鞋子跟靴子了 她的店一整天都空空的,好安静 鞋匠看着她的最后一块皮革叹了口气 唉,用完它,我就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 明天再操心吧 上床睡觉时妻子安慰她 可是天亮后,他们有了一个大惊喜 工作台上竟然有一双非常美丽的新鞋子 大家都在欣赏竹窗里 这双楼滑闪亮做工细致的鞋子 鞋匠一开店,鞋子就卖掉了 第二天早上,他们甚至有了一个更大的惊喜 工作台上竟然有两双靴子 这些靴子有着螺旋纹路跟金色鞋尖 美得让人难以置信 鞋脚很快就卖掉他们了 哇,有位客人说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高贵的鞋子 天啊,另一位客人赞叹 看看那些蕾丝跟漂亮的鞋跟 奇妙的鞋子谋法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每天早上鞋匠醒来 工作台上都会出现更多美丽的鞋子 每天的鞋子都比前一天的更美 它们有闪亮的钉扣 缠绕的书带 还有钉在皮革上的漂亮蝴蝶结跟鞋带 消息渐渐传开 鞋匠已经恢复它最好的手艺了 人们从遥远的各地争相来买它的华丽鞋子 只是这一切的改变让它感到非常奇怪 它知道那些鞋子完全不是它亲手做的 我们今天晚上躲在工作室 它对妻子说 看看这些神奇美妙的鞋是谁做的呢 那天夜里 鞋垫大门被轻轻推开了一个小缝 银白色的月光中出现两个影子 踩着轻盈的脚步走过地板 是谁呀 两个穿着一身破旧衣服的小人 跳上工作台 他们嘻嘻哈哈又跳又唱 鞋上心想 诶 是精灵吗 精灵边笑边唱开始工作 钉鞋跟缝皮革 还做了蓬松柔软的小绒球 黎明的第一道光出现时 最新的鞋子已经完成 活泼的小精灵也蹦蹦跳跳离开了 鞋匠倒抽一口气 他的妻子忍不住拍手 真是太神奇了 我们必须回报他们的善意 鞋匠说 可是我们能为精灵做什么呢 几个星期以来 鞋匠第一次坐在自己的工作台前 裁切缝钉皮革跟布料 他从走到晚的工作 蜡烛越烧越短 眼睛也因为闪烁的火光 觉得酸痛 终于完成了 他将自己为精灵做的东西留下 让他们自己发现 他对妻子说 那些精灵给了我们这么多美妙的惊喜 今天晚上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惊喜 精灵发现鞋匠的礼物师 忍不住的高兴尖叫着 好漂亮的新衣服啊 他们开心的说 多棒的礼貌跟厌尾服啊 他们开心极了 小精灵为他们这身华丽的衣服 绕着工作台高兴的窗上跳跳 我们是快乐的小精灵 不再是辛苦的工将了 穿着新衣服多么荣荣 再也不必做心血之了 他们好开心的唱着歌 鞋匠跟妻子看着精灵开心的 跳进夜色中 因为这两个小精灵 他们可以安稳舒服的度过余生了 鞋匠再也没有做过任何一双鞋 但只要想起精灵 脸上就露出笑容 他希望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 都能穿着这身美丽的衣服 一直开心的唱唱跳跳 关于这个故事 鞋匠与精灵最早是由格林兄弟写下来的故事 约莫200年前居住在德国的格林兄弟热爱童话 还收集了很多故事 当中也包括了仙度瑞拉跟白雪公主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学匠与精灵 小朋友们晚安咯 祝福你们今天也有美好的一天 开心的事都要记得 不开心的事睡一觉就让他忘掉了吧 晚安 发芽 唯一 的 得 好